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泪崩 肖战一幅画道出了对外公的思念之情 真是赤诚之心的孝子 在演绎娱乐圈说起肖战 恐怕对他有所了解的人 对他都充满好感 当然,人者见人,智者见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曾经肖战绿洲晒出了一幅手绘画道念外公 并写道想念 手绘画中,一位老人牵着一个拿着红色气球的小男孩 可是长大后,只有男孩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拿着气球 身边的外公已经不在了 这幅手绘画感染力好强 让人忍不住瞬间泪崩 许多粉丝还留言安慰肖战 不得不佩服,肖战的执事感和形象创意能力真的很强 肖战对外公的思念之情 源于小时候外公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如今回想起来,早已误是人非 从中可以看出,肖战是一个懂得感恩,充满怀旧情怀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赤诚之心的孝子 现在的肖战已经在演绎娱乐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然离自己的梦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相信在肖战的不懈努力奋斗之下,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足以告位外公在天之灵的庇佑。 我相信那些从始至终喜欢肖战的粉丝观众,更多是来自于肖战的良好人品,奋斗精神,以及肖战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肖战非常爱学习,作为一个明星艺人,闲暇时间仍不忘记多促大家要多读书,读好书,做一个有学识,有见识,博学多才的人 肖战的多才多艺,也离不开自己勤奋好学,乐观自信,肖战会做的手艺活,一般的明星艺人都不一定会做 尤其是90后的这一批明星艺人中,肖战的才艺和手艺活都非常令人羡慕和佩服 肖战不仅会洗衣做饭,就连缝衣服,织毛衣这种女人的针线活也做得这么好,作为女孩子看了之后,是否会觉得惭愧呢? 如果90后新生代明星艺人中,谁最值得信赖和期待,非肖战莫属? 很多妈妈粉阿姨粉都非常喜欢肖战,这个朴实的帅小伙,不仅三观很正,而且还热衷慈善工艺事业 相比于那些穿着奇装衣服,把头发搞得花丽胡哨,穿耳动戴耳环的明星艺人 肖战显得原汁原味,心智更成熟稳重,还原了一个男子汉最质朴真实的样子 说实话,肖战的思想品德修养,放眼新生代明星艺人,曾出不穷的演艺娱乐圈,都找不出第二个像肖战这样质朴的励志偶像啦 肖战说,表达思念的方式就是画画,为啥我想到了那幅一个老人牵着一个小孩的手绘画,竟然是肖战外公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画的? 突然,想起来黑暗中的曙光歌曲光点,在歌词里他也提到了画笔,想起来他一幅幅的手绘画,一次次对粉丝的指引和安慰 肖战真的是个很好的人,祝福肖战,祝他越来越好 那些爱肖战的人,你外公还健在吗?如果健在就好好善待他,多陪他说说话,聊聊天吧,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肖战新视频上线,几小时播放量破千万,粉丝,你是我的神 最近的肖战还真的是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13日肖战工作室更新了肖战的图片,图片中的肖战踩在沙滩上,远处的海浪拍打着岸边,微风吹拂着他,穿着白色衬衣的他显得好干净,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还有两张图片是他在公园之中,肖战非常淘气的吹了吹树叶,太可爱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叶子,小鱼觉得应该是想你的叶吧 13日的快乐还没有过去,14日的快乐又来了,这次还是肖战的视频,真是太幸福了 14日,肖战工作室就发出了肖战新的视频,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原来是一个品牌的宣传的宣传视频,但是这个宣传视频也做得非常精致,短短一分钟的视频,分成了三个场景,从丛林,沙漠,室内分别说明了品牌的作品 场景转换真的是太赞了,镜头也是灵动轻快,整个视频看起来创意十足,非常有艺术感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里面的肖战,肖战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再加上白色的鞋子,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精神 一开始他坐在沙发之中,在不同的场景都在展现着他的帅气,最后再回到沙发 特别是他那一双大长腿,让人忍不住惊呼,这是真实存在的吗?网友们都被帅呆了,直呼,你是,我的神 还有的网友表示白西装真的好帅啊,是谁的白马王子? 而这个小小的视频,短短几个小时观看量就已经突破了千万,相信有很多网友们是在反复观看的 毕竟这个视频太棒了,而点赞量也已经突破上百万 而这个视频的导演在视频发布之后也发文感谢,称和所有人一起再次完成了极限操作 还表示影片上线给了自己久违的好心情,希望有个新一门打开水泥钢筋,去到想去的地方 评论区的网友们也在感谢导演,称拍得好棒好看,期待他和肖战的多多合作 还有网友表示肖战怎么那么帅,你拍得怎么那么好看 而且这个视频的导演和肖战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所以才有这么好的默契拍出这么好的视频 从评论区得知,原来此前拍摄的九阳的品牌宣传以及那个溜溜眉的宣传视频也是他拍摄的 拍得这么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主角选得好 不得不说肖战真的是太帅了,不管拍什么都好看,穿什么衣服都帅气,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架 现在肖战的作品没有再播,粉丝们看看宣传视频也能解解馋 不过最希望还是肖战的作品能够快点上线,这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肖战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当然是我们的时影大神官啦 所以还是那句话玉谷瑶赶紧上线吧 再不上线预告片播放量都要突破5亿了 肖战新宣传片官宣,转场拍案叫绝,导演已合作三次 近日,肖战的新宣传片官宣了,引起了诸多热议 尤其是那宣传片之中的转场,真的令人拍案叫绝 无论你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都能从中汲取一定的冲击感 而这份冲击感又会让你感到欢愉 或许,这就是一部优秀宣传片的意义所在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宣传片的导演则是已经和肖战合作三次了 换句话说,算上这一次,已经为肖战拍摄过三部宣传片了 不得不说,驾轻就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信手拈来 而这则新宣传片,便是来自于肖战的众多代言品牌之一 一个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耳熟能详和使用过的国民品牌 可谓跨越了好几代人 其实,以前自己从不曾这般细致的关注,自从肖战代言后 特意去查询了一下他的发展历史,才恍然知道,原来 该品牌的第一瓶花露水竟是在1990年诞生的 算起来,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十年数一幕,三年一代沟,早不知过去了多少光阴 至于为何叫六神 资料显示是由于六味中草药萃取的六神原液 而中医上也有着心,肝,皮,肺,肾,胆六神,故此得名 扯远了,让我们言归正传,回归正题 关于肖战的这则新宣传片 为了突出该品牌的不同门类,不同产品,以及适应不同的场景 在拍摄的时候,导演选择了极为巧妙的转场 从室内到森林,从森林到大漠,从大漠再回归室内 如此等等,画面配色艺术感和高级感坚固 不仅精致且有细节,镜头灵动轻快 视效效果舒适又愉悦 再配上律动感十足的背景音乐 相当洒脱与顺滑,令人拍案叫绝 不过,若是屏幕前的你此前也曾经看过肖战的诸多宣传片 那么,在观看这部的时候 就会或多或少的感受到宣传片的风格是那么的似曾相识 仿佛在哪里见过一样 这并不是说这部宣传片的创意是借鉴或抄露的哪个大神大佬的 而是说宣传片风格上达到的惊人统一 为何如此? 令人费解! 其实,不只是你有如此感受,很多人都产生了这种感觉 为此,经查询才发现,原来,指导肖战这部新宣传片的导演 加上这次,早已经和肖战合作了三次,算得上老熟人了 因为在此之前,肖战代言的另外两个品牌 溜溜梅和九阳也是出自棋手,由他操刀 所以,风格上的统一性和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既然是同一个人指导 达到这种同类别的行云流水的画面和氛围 就十分妥贴了 并不是你我觉得像 压根儿就是同一个导演操刀 岂有不同之理 所以,一切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最后,让我们再度感叹一下吧 肖战的这部新宣传片 水平继续在线 导演的手法也是一如既往的流畅和稳定 将品牌的那种实用性和适用性融为一体 既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转场 也有是首帅代言人的鼎力赞助 真心值得反复观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